《极限挑战》和《奔跑8》这档综艺一直以来都是有竞争关系的,播出的时间也有些接近,如今《奔跑89》已经正式开始了录制,《极限挑战》却先踏一步,正式关心了播出时间,将在4月4号,也就是周天跟观众见面,黄明浩之前跟邓伦一起录制过《密室大逃脱》,当时两人的关系就是非常好的兄弟,通过路透照处, 《极限》来看,黄明浩和邓伦,虽然交集并不是特别多,但他们脸上都挂着热情洋溢的笑容,看着还是非常的阳光温暖的,相信之前就是好兄弟的他们,在《极限挑战》这档综艺中相遇,应该会有更加有意思的火花碰撞出来,不过,邓伦和黄明浩虽然是兄弟,但是,他们两人加入《极限挑战》的时间不一样,邓伦和王迅,岳云鹏,郭军飞,贾乃亮,雷家音相处已经很融洽了,彼此也是关系非常好, 这一次重新录制《极限挑战》自然是会非常的自在,而新加入的黄明浩,则有些不太适应,这个通过《极限挑战》官方发布的合照海报,就能够看出来,在《极限挑战》官方发布的海报中,邓伦,岳云鹏等成员,都是手上拉着绳子,但是身体往中间倾斜,感觉像是大家都是一体的一样,不管怎么说, 这一期的极限挑战嘉宾阵容还是不错的,固定嘉宾成员,就有邓伦和黄明浩两个帅哥了,他们的互动,应该会带来更多的看点,也希望飞行嘉宾到来的时候,他们已经成长到足够成熟,能够让嘉宾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